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没发火你倒想到我 我告诉你 别以为你是什么总经理 你就可以胡作非为 不想干了什么 我就知道你会说这句话 老子现在不是女儿 想打你就打你 你 你 要是再敢靠近我老婆一步 小心我打的你这张小白脸 开红花 可不可以告诉我你老婆是谁啊 你还装算吗 该不会是那个雷小桃吧 你这算装得也太无聊了 他告诉我你是他哥哥 你还不敢摑严 你总在这里 知道替呀 是啊 没讲 你去哪儿啊 网上不是说了你要一起去吗 是啊 你阿姨过生日 记得买份礼物啊 你现在去哪儿 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去 我这个人习惯自己去办事 别跟着我 你现在去哪儿 怎么还不接啊 小头的电话打不通 杨康的通了不接 你说这臭小子怎么办呢 你急什么你 肯定不是他 他自己有钥匙 儿子回来啦 你怎么 进去看看 我请你 怎么了 衣服说哪儿的茄子样 你穿 脑魂变了 你就不能说点好的 你得有好的让我说呀 瞧你那样就没好事了 一言难尽啊 后会结婚啦 那倒霉啊 不是说不吵架的夫妻过不到头吗 哪儿来的理论呢 你跟那个罗姨怎么样 这叫什么话呀 他害我丢了工作 还没找到算账呢 你工作又丢了 等等 什么叫他害你丢了工作 这说来话又长了 不说了不说了 下班呗 早玩下 不行 今天我加班 外面天气这么弱 晚上生意肯定很好 看你这样子 很有富婆的潜质嘛 潜潜 有她电话没 约出来晚上喝点东西呗 谁啊 我们家杨康 装 我说你就真的那么喜欢那个姓罗大 帅呀 这帅能当饭吃啊 取回家存款自动能长 这种事情 这种事情你这种人永远无法理解的 嗯 好了啊 可以的话啊 赶紧把电话邀过来呗 这还不是小意思 不过啊 我要跟你做个交易 交易我最擅长了 说 最近我们家杨康抓住我一个事不放 烦死了 我也得抓她一个 这样扯平了 她就不会那么烦我了 说说看 怎么折腾 她有一个前女友 你不知道吧 哪个男的没点钱使啊 怎么了 你帮我查的号码怎么样 你干嘛呢 儿子 儿子 儿子怎么了 怎么回事这孩子中邪了吧 你别胡说 哎 两个说话 跟爸说 哎 哎 儿子 哎 醒醒出去吧 啊 这孩子 儿子 我做饭去啊 一会儿吃饭 哎 哎 我会一直为你等待 你这 哎呀 别动快走啊 喂你在这儿干什么 你个倒霉鬼 凭什么害我丢了工作啊 你凭什么呀 你凭什么呀你 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是欠你钱啊还是怎么的 你凭什么害我丢了工作 你凭什么凭什么 你再不住手 我要对你不客气了 你凭什么呀你 还我工作 你还我工作 哎 你干嘛呀 放手 干嘛呀 放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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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点儿生日风度行不行 嘘 哎呦 哎呦 开门 我让你看门听见没 既然自己送上门来了 既来之则安之吧 你这什么鬼话呀 来什么安什么呀 快给我开门听见没 干嘛 哼 没文化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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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不开呀你 别瞎弄啊 别瞎弄啊 弄坏了把你卖了都赔不起 你 你什么你 问你最后一遍 开不开门 干嘛 想泼我 泼你都没意思呀 喂喂喂喂喂喂喂 你干什么 再不开 我就逮着你房间里的每样东西 挨个儿放弃 行 可以找 你 你干什么 怕了 害怕 笑话 我怕你什么 不怕 干嘛这么着急走呢 这孤男寡女的共处仪式 我 又不是没睡了 怕什么呀 你 你胡扯什么呀 那是一个错误 错误 那就将错就错再来一次 走 想占老娘便宜 色胆包天了你 色你 就你这种货色 老子积不择食 也要挑个有档次的 你 你 你什么你 行 你给我走 这个梅卷还挺有高科技的嘛 你说什么 行了 以后呢 你走你的 我走我的 就算遇到你呢 我也会绕道走 你呢 也将不认识我 这么恨我 谈不上恨吧 我们不熟 总之呢 遇见你我很倒霉 我们八字不合 所以呢 以后遇见 绕道走 我就拜托了 我害你丢了工作对吗 你想怎样 还我一份工作啊 对 我就还你一份工作 要么 你以为你谁啊 盖茨还是乔布斯啊 好 你等一下 我等你什么 等我换个衣服 马上就来 你 对了 趁机拿到多多想要的号码了 什么破手机嘛 居然没电了 好 要不 你先吃点 看你儿子那样 哪吃得下啊 你要是这样 那可怎么行啊 你也知道啊 等他今天晚上回来 我一定要跟他好好谈谈 到我们家什么 旅馆 饭店 哎 他们小夫妻的事 还是让他们自己解决吧 哎呦 行了行了行了 就你的儿子 他能解决了 哎呦奇了怪了 长得高高大大的 也不知道像谁啊 那不是像我 说什么呢你 我是说 我 你说清楚点 怎么了 要不要用我的手机 打给你哥 不关你的事 我现在回去了 看看 现在你可回不去啊 你想干什么 你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安不安全我不知道 你和我在一起 我敢保证 绝对安全 为什么 还用问为什么吗 你是同性恋 喂 你这脑袋什么材料做的 我告诉你 我是典型的异性恋 可我宁愿碰男人 也不会碰你 原来 你真是同性恋啊 走了 你又干什么 想请你帮个忙 请我帮忙 喂 你疯了吧 我要回去 如果你不乖乖合作的话 我就去你家里 找你哥哥谈话 你威胁我 是的 跟我走 你放开我 你这让我怎么走路啊 如果我放了你 你跑了怎么办 我雷小桃像是那种 说话不算话的人吗 当真 不行你是意思 还跑 还跑 跑了吧 跟我走 你 放手 儿子 你怎么了儿子 你这孩子 你 我送开你 你要是吓死你妈呀 雷小桃我跟你离婚 完了 有人在骂我 打喷嚏不是说是别人想你吗 怎么是骂你 谁告诉你的 送我回家 送你回家 难道不是吗 自恋到几天 喂 你什么意思啊 我可没跟你开玩笑啊 我可是有家世的人 少有老虾有小的 外加一个丈夫对不对 你知道了 她今天来找我了 她说 她说什么 你说呀 你快告诉我呀 你告诉我 她说什么了吗 走了 喂 儿子 怎么回事啊 跟我们说说 到底怎么回事啊 等我离了再跟你们说 胡闹 结婚就稀里糊涂的 离婚也稀里糊涂的 爸 妈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这结婚太早 真不是什么好事 你看你看 你妈怎么跟你说的 没事儿子 现在来得及 你就别跟着瞎掺和了 杨康 冷静点 有什么话跟我们俩说 说说说 还说什么呀 我请大家退婚 儿子 妈给你去啊 你去你去你去 哎呀 好了好了 你别着急 哎呦你怎么回事 你老拉着我干嘛 吃素药了吧你 走走走 你说你也不着急 你也不想想 她嘴上说离婚 又跑老丈人家去了 什么意思 不是退婚去了吗 这结婚证领了 往哪儿退去 哎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这儿子啊 根本是找个借口 去见小头 哦 这种儿媳妇 早离早好 真是 找什么找 哎呀 有句老话说的好啊 宁差时作妙 不轨一桩婚 哎呦行了行了 这婚结得我头婚 是 进去吧 那这么说 他是你同事啊 可以这么说 怎么就这么巧啊 大概这就是孽缘吧 你少臭美 谁跟你有缘啊 喂 你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我要打个电话 你还嫌我跟我丈夫的事情 不够乱吗 他又不知道我的手机号码 你不会说是跟路人借的 你是教我跟我丈夫撒谎 你撒得谎还少吗 你 怎么了 关机了 看来你这哥哥也不怎么关心你了 哎 别让我在大厅广东之下抱你进去 啊 你到底要我干嘛呀 哎 干嘛 帮我买礼物 啊 送给女人的 你送别的女人东西让我给你交 是的 送礼的那个对象是我那个经理吗 不是 啊 你又换女人了 哪来那么多废话 快说买什么 多大岁数啊 大概三十多岁 四十不到吧 啊 啊 啊 行啊哥们儿 搞姐弟恋啊 什么跟什么呀 快说买什么 是你女朋友对不对 我是让你来挑礼物的 不是让你来提问题的 你们俩的关系绝对买什么呀 这都不懂 她是我寄母 我还不想和你 愚父 愚父 开门 谁呀这是大晚上的 谁呀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愚父开门 愚父 小桃呢 他没回来 小桃他又跑了 他跟您说他去哪了吗 没有 对了 我倒想问问你 他嫁给了你 你怎么老回来找他 对了 是不是你们家对他不好 所以他再往外跑啊 岳父 这可冤枉死我了 我们全家拿他当块宝 可他呢 他竟然 您帮我告诉他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等等等等 什么有限无限的 凡事不能胎忍 忍长了就要爆发 一路走好 拜拜 这俩人 又闹上了 看什么戒指 儿子送礼物得实惠得温暖 戒指这种东西啊 是恋人送的才好 看不出来你还挺懂的 是个女人都懂啊 看不出来你是女人 我也没看出来你像个男人 不急 慢慢看 谁跟你不急 过了今晚 你是你我是我 真漂亮啊 真漂亮啊 来了来了 给你钥匙也不自己开门 老天也保佑他在这儿 哪里 你这么会再 History 那么接着 没关系 你让 Protecting 你跟这儿 有什么 你是我 有什么 纷尬的 你都很尴尬 你不能工作 你不上了 你不说 你不说 我还是有什么 这么厉害 你不说 已经结婚了吗 婚戒呢 谁跟你说结婚 一定要有婚戒啊 我们这叫裸婚 裸婚你懂吗 你以为我爱心来的 冲动是魔鬼 裸婚是冲动的产物 你懂什么呀 不为票子 房子 车子 只为这个人所以才结婚 这种境界 你这种人根本没法明白 你懂 连没戒指都没有 还怎么给对方幸福 在一起就是幸福啊 那你们幸福吗 我对你没别的想法 事情发展到现在这样 我只希望小桃幸福 我纯粹是从小桃的角度 来考虑我们俩的关系 我们两个 早就没关系了 你知道吗 那么着急撇清关系干嘛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小桃知道了 会怎么样 你想说什么吧 我说过 我比你了解小桃 你们不能再这样吵下去了 谁跟他吵了 是他 他总出现问题 有些问题是可以忽略的 你知道吗 小桃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 他对你根本就不可能有二心 他已经觉得累了 真的 他亲口对我说他觉得累了 我也看出来他觉得累了 你们再这样 会把他吓跑的 有这么严重 比之更严重都有可能 多多 你呢 跟我来分析分析 我呢 怎么样才能做得更好 我呢是真不希望 跟他吵吵闹闹地过日子 你听我说啊 喂 你不着急回家吗 反正都已经出来了 就看看呗 你还真是没家庭关系 赶快走了 快啊 哎 你要有事你先回去呗 我还想再逛逛 你这女人 人家好久没出来逛了吗 随便看看 不买 不买 你看什么 就欣赏欣赏呗 天下女人都一样无聊 喂 你真不走 嗯 你先走 拜拜 哎 干嘛呀 我得把你安全送回去 要不然你那哥一来找我拼命 哎呀 放开我 放开 喂 傻的那干什么 赶紧走啊 就这么巧啊 二位该不是来买婚戒的吧 哎 不是不是不是 经理你千万别误会 我们什么都没有 这都被你猜对了 小桃 好 我们走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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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呃 罗伊 你干什么呀 我 你放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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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拿这个 好 谢谢 呃 呃 你搞什么 就要这个了 付钱 来 谢谢 请夺的你疯了 还喜欢什么吧 喜欢的话 一起买走 不 你为了呕气 居然浪费这么多钱 送给你 但是要记得啊 钱要还 还就还 啊 啊 三万 呃 呃 喝 干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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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乱喝了 小丁要是看见你 就惨了 我跟你说 我 杨康 我 从今天开始 彻底解放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让你跟你说 哎 你和小桃 在一起是被压不好的 嗯 绝对是被压不好的 我跟你说啊 我这心啊 跟进了地牢似的 天天担心呢 操心呢 他说我老婆哎 他说我老婆哎 怎么就成了我孩子了呢 哈哈 女人嘛 你 你就要 像宠孩子一样 宠个他 那也得 宠得起 那个妖精啊 整个一个小小小小妖精 他跟我妈吵架 跟我吵架 跟我吵架 怎么这么安静啊 你这么安静 让人不习惯啊 你不会想耍赖 不还我钱吧 我允许你分期付款 你说 我 裸婚对吗 你怎么 想这么深奥的问题 你的脑袋承受得住吗 我是说 我 你不会来真的吧 如果 你是一个三眉四五的人 你会裸婚吗 三眉四五 什么是三眉四五 没房没车没钱 无工作无存款 无现在无未来啊 这听起来很恐怖啊 就跟把一个女人 带进地狱没什么分别 也不算没未来吧 只不过按照现在的她来看 看不到未来 你是指 这个杨康他就是三眉四五的人啊 其实我跟他差不多吧 出了人 什么都没有 所以起码要奋得到 看得到未来 再谈别的吧 我是觉得啊 没有物质基础的婚姻 就像是人没到法定年龄结婚一样 一个触犯的是法律 一个触犯的是万物的定律 你想想啊 恋爱的核心是爱情 是什么 是物质基础 是钱 恋爱时候的风花雪月啊 到了婚姻里面就是惨淡的乌云 没有哪份爱情啊 在缺盐少油的情况下 还能维持得住 那爱情需要吃盐和油吗 当然 哪个浪漫的举动不需要花钱啊 很多事情啊 比如 一起看星星 看看月亮 看看海 一起饿着肚子看星星会美吗 算了 不跟已婚的女性人士 谈论这个话题 你看上去 真不像结过婚的人 既然已经结婚了 就要好好地把日子给过下去 虽然结婚的时候你看年轻 但还是要继续下去 懂吗 你们这些男人 没一个好东西 女人看到你 什么都给你了 帮你照顾妈 帮你照顾爸 你有什么不值得的呀 雷小桃 我要跟你离婚 我要彻底 脱离你的魔爪 听到了吗 我回来了 你回来了 有吃的吗 你们 怎么了 喝酒 小桃呢 来 小桃呢 喂 这里是 我的家 你的家 你到底有几个家 你管得着吗 不不不不 我可没跟你开玩笑 你只要分期付款 还我钱就可以 五十年有效 三万哎 我什么时候才能还清啊 再说 这么个东西 我才不要呢 那 送你啊 凭什么送我啊 也是啊 你 你 我又没女朋友 留着也是累赘 不是吗 你可以当掉啊 或者送给你未来女朋友 再说 三万块钱的东西 你说人就扔了 只要了 喂 你也太容易相信别人了 你 我 这次没提到吧 从现在开始别说你认识我 奇怪了 我就从来没说过认识你 你是土星我是火星 咱们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什么话这是 后会无期 喂 宇宙是万变的 只要是星球啊 都可能有相撞的一天 我呸 你别诅咒我了 从明天开始 我要好好地做杨康的媳妇 我要跟她将落婚进行到底 我们要创造爱情神话 你 你 小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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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桃那小桃 你站着听我说 不要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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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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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点 小桃 小桃 你 哎呦回来了 那么晚了 也不能轻点 真是的 哎怎么了 离婚 我要跟你儿子离婚 怎么跟我说话 怎么了这是 没事没事 怎么回事啊 您睡觉睡觉啊 我们自己解决 怎么了 怎么了 太嚣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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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行了行了 他们小愣可的事 他们先解决 不行咱们再过去 让开 哎呀孩子的事 大人不参与 我跟你说让开 你听到没有 你冷静点好不好 让开 媳妇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那是 那是跟你一样 那是误会 不是主观上设计好的 属于误会 纯属误会 跟你那误会是一样的吗 那你的意思是 你在报复 报复 媳妇 怎么能用这么严重的词呢 你那天说会找女人睡觉 你是不是早就计划好了 找我朋友 你要冤枉死我呀 我绝对 绝对没有那个意思 你没那个意思 你居然做出了那个意思 杨康 你行 你真行 媳妇 我错了 我错了 深经半夜的 你就别闹了 我爸妈都休息了 咱们睡觉 休息 休息 你去找他睡 找他睡 太厉害了 这个 媳妇我不找他 我绝对不找他 别打我 别打我 打死你啊 我 打死你 媳妇 你行了 别闹 别闹 行了媳妇 别进去了 别进去 媳妇 我先命令你再说 李小桃 别打了 我告诉你啊 不要动手了 妈 妈 打死你 妈 妈 好了李小桃 不要再打了 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你问你儿子 你怎么跟我妈说话呢 我就这样 你要看不惯 离 你以为我不想离啊 要不是民众局没上班 我早就第一个去了 你干什么去 排队去 咱争取第一个办 行了 你们眼里 到底有没有我们长辈啊 杨康 你说 妈 没有的事 是一场误会 我亲眼看见她 跟别的女人抱在一起啃 什么叫啃啊 妈 没有 真没有的事 你居然敢当着你爸妈的面 撒谎 我亲眼看见她 那女人还是我朋友 那是误会 我喝多了嘛 就把别 当成了小桃 杨康 我真是服了你了 这里由你能搬出来 你简直是我偶像 呕吐的对象 你 我真是 我真是一点都帮不了你 睡觉睡觉 睡觉吧 明天再说 你 我的天啊 我 苟 你 我 媳妇 我搁好了 媳妇 你别生气了 你说你这命都够好的了 之前那是你的问题 现在一下子 都成了我的问题了 你说 你会说人话吗 什么叫我的问题 我有什么问题 这说来说去 就是因为你的不相信 出于你的不相信 所以你就开始了 一系列的报复行为 是不是 说真的 这个真不是 滚一下 延迟五分钟 我就滚 行吗 媳妇 前妻 这不还没离婚呢吗 媳妇 提前喊起来 明天第一个办 别啊 我听说 这离婚证 比结婚证还要贵 咱是离不起 我伤不起 没伤啊 那是误会 纯属巧合 我是真的想你 我想你想的 把别人 都当成你了 你 系统一事 别上来 否则中毒 无药可救 没关系 在我的系统里面 全部都自动 向我媳妇靠拢 别贫 贫死了 没给你买墓地 像我这种人 早就没有 进墓地的权利了 知道就好 我得带着个媳妇 去天堂 我一脚踹你到 阴沟里面去 阴沟里翻船 那还得有缩船吧 要不 咱把你缩船 改成太塔尼克号 我带你去法国 游迪拜 游 阿屁 连个戒指都买不起的人 还想游迪拜 我看你干脆跳海算了 跳就跳 跳进去 我直接给你捞一个 海洋之鲜回来 我 媳妇 媳妇 你放开 明天 我们就去买戒指 离婚纪念间 白头偕老 天长地久见 滚 一起滚 滚床单 媳妇 我错了 别生气了 我错了 这件事 是我的错 但是 前面也是你的错 你 我的意思是 比起我的错 你的错 根本就不算错 我这双膝盖 除了我妈之外 从来没有 贵过别的女人 男人膝下要黄金 你看在 我这金灿灿的 黄金的份上 绕了我妈 你 你先起来 不 我是有罪指 我必须 用我这满膝盖的黄金 来顶掉我的罪 你这破膝盖 哪来的黄金啊 千万别说 这是破膝盖 媳妇 你跟不跟我 继续跟着我 跟又怎样 不跟又怎样 跟着我 后半生 吃香的喝辣的 无忧无虑 不跟 怎样 你要干嘛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我半夜飘到你床头 赶紧起来 你听听 听什么 万一儿子被欺负怎么办 哎呀 他是个男人 这他想被人欺负 否则谁能欺负他呀 这是 就像我一样 啊 被你欺负一辈子 一样 又怎么了 你不高兴不乐意是吧 我高兴不乐意 你不欺负我 我难受 睡觉吧 睡觉吧 关灯 睡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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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